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人讲是非 我赶快离开 我听都不想听 听了什么 心底被污染了 别人有破坏我 有说我是非 有同修拿着这些录音带 或者记下那些文字 拿来给我看 我从来没有看 录音带把它拿去录别的东西 文字的部分丢到洛书桶里去 不希望阿赖耶诗里落下这些东西 这不好的种子 别人造谣生死 毁谤 冤家嘛 冤家一解不一解嘛 让他去造作群 我们不要听嘛 我们只记别人的好处 不要记别人的确定 只听别人的善心 善思 不闻别人的恶言恶行 这不仅是修亲近心 也是修自己的厚道啊 人在一生当中 常常保持亲近 保持厚道 你的物质生活 纵然再缺乏 再辛苦 今生生活 丰富啊 会过得很快乐 理得心安 道理明白了 心安 尤其是你已经闻佛法了 法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你要想想 西方极乐世界 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我们的心形不善 怎么能去得了呢 阿弥陀佛虽然慈悲了戒引 戒引还是有条件的 你本身心形不善 你念佛念得再浅 你的愿心再恳切 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环境不相应 阿弥陀佛把你戒引去了 你天天给别人吵架 天天给别人吵是非 你不把极乐世界给闹翻了 你对于阿弥陀佛的潜在深厚 阿弥陀佛也不会因为你把极乐世界毁掉啊 所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本身的条件 善心善心 孔夫子叫我们知与知善啊 这个才有条件呢 跟西方极乐世界 祝上善心人举会一处 所以我常讲啊 一丝毫的恶意都不可以有啊 有意丝毫的恶意 恶念就不能往生 不要以为这个法门不灵 我修一辈子 念一辈子佛 天天拜佛 天天念佛 到灵命宗时 还是不能往生 释迦牟尼佛是骗人 其实佛没有欺骗你 你自己错毁了一死 真真习求西方极乐世界 丝毫无意都不可以有 自己有长处 有优点 现在人说 值得骄傲 这个值得骄傲 炫耀自己的长处 你自己那点长处 立刻就爆掉了 就没有了 所以自己的优点 要藏起来 套光养晦 古圣仙仙教 自己的缺点应当破路 自己的优点应当阴藏 即阴功 行善 是自己的本分 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尤其是自己 分内的工作 本分的工作应当要做好 尽心尽力去做 这是本分的 做不好是过时 不值得炫耀 本分工作能做好 这就是大善 真正能做好 要秘密周到 相当不容易 所以没有智慧 没有学问 你就没有善巧放平 世间人 哪个人不想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呢 为什么做不好 为什么落得一生的罪过呢 这个原因在哪里 我们要细心去想想啊 总而言之后 总而言之一句话 不学之过 没有学又自以为是 所以零四的时候 就许许多多过时了 世间四尚且如是 除世间的大事更难了 所以凡事 自己一定 要想想 自己的智慧能力 这些事情 我能不能做好 能不能做得圆满 能不能利益社会大众 如果不能 我就不敢接受 有这个智慧 有这个能力 又有这个机会 那是故人所讲的 当人不让 我应当要做 我不去做 没有人做 没有人做 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 没有这个机缘 你不可以强求着去做 强求去做 那就是地藏经上 所说的 其心动念 无不是罪 所以说 人归自知之明 别人不知道 我自己应该知道 自己有多大的智慧 多大的能耐 要清楚 没有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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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 没有人做 感谢观看